《終山根品》 第七十三 《摩荷般若波羅密經》 《終山根品》 第七十三 荷莎尼,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各位法友, 去年三月前, 曾經在這裡我們學習過本經的三探品。 今天我們又在這裡學習此經的眾善根品。 好像我們和《波爾經》很有姻緣。 應該讚嘆這件事是特別殊勝的。 在我們中國佛教的古代的時候, 從舊摩洛斯法師翻譯這部經之後, 學習這部經的人非常多。 現在的漢文佛教學習這部經的恐怕不多了。 今天中午的時候,我曾經說過幾句話。 曾經說到,念阿彌陀佛的時候, 要一心不亂,要心不顛倒。 這樣子念阿彌陀佛,我們是有希望往生阿彌陀佛國的。 我們是在念阿彌陀佛裡邊為什麼要學習《摩洛伯爾波羅密經》呢? 我个人的想法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为了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心不颠倒 学习这部经 我们念阿弥陀经的时候 在《曾经》里边有一句话 临命中的时候要心不颠倒 才能往生阿弥陀佛国地 怎么样才能够心不颠倒呢? 我个人的想法 就是应该学习 《摩佛般若波罗秘经》 才能心不颠倒 所以念佛其中 我们学习《摩佛般若波罗秘经》 也是有道理的 有理由的 是不相矛盾的 《摩佛般若波罗秘经》 《摩佛般若波罗秘经》 《摩佛》是中国话是大的意思 就是赞叹《摩佛般若法门》的殊胜 的意思 这个《摩佛》 翻到中国话就是智慧 但是这个智慧 智慧是见真理的智慧 叫做《摩佛》 一般的事情的智慧 那不能够说它是《摩佛》的 这个《摩佛》的智慧 它的要义 这个《摩佛》的智慧的要义 是什么呢 就是不值着的意思 我们在解释阿罗汉这个词的时候 翻到中国话就是无着 简单地说呢 我们凡夫都是有值着的 要无着的时候就是圣言量 这样来解释它的要义呢 我们一般的去初开始学习 从文字上去学习《摩佛》的经义 只是《摩佛》法门的千方遍而已 只是千方遍而已 因为这个无着是经过 长时期的修行 成就了圣人的见真理的智慧 才可以明智为般若的 这个无着我们佛教徒 日常谈话中 有的时候也说到这句话 你不要值着 也是这样说 因为我们佛教徒 多少的会学习了佛法 就是常会用这句话 在口头上讲 但是我们日常说话的不值着 那还是一个浮浅的一部分的意义 现在说无着 是更深奥的意思 就是圣人的也无分别致的境界 这样的智慧才可以明智为般若的 也就是我们佛教徒 在佛法里面有高深的成就的时候 才明智为无着 才明智为般若的 初开始相信佛教的人 可能还不及格 如果在佛法里面 长时期的学习的话 应该在佛法里面 有愿望的 就是在佛法里面 希望能成就圣道 希望能成就圣道 这个在社会上 生活的人 各行各业 他这样的不怕辛苦去做事情 心里面也有一个愿 希望这么这么的 我做这样的事情 有这样的成就 那么我们在佛法里面 学习修行 我们也同样有愿 可能个人的愿望是不一样的 但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愿望 就是要得成圣道 我们中国是大乘佛教 说是要成佛 要得无上菩提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愿望 当然说是得无上菩提的愿望 得无上菩提的愿望 得无上菩提的愿望 那太大了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 现在应该成就的愿望 现在有可能成就的愿望 就是得无上菩提的愿望 得无上菩提的愿望 这件事当然是我们从经论上的学习 这件事是现在是有可能的 当然我们学习念佛法门 不谈这件事 我们就念阿弥陀佛 求生阿弥陀佛过去 但是要学习这个佛人法门 是现在可以得成圣道的 这件事是这样讲的 但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愿望 我希望得成圣道 也有这个愿 如果你根本没有这个愿 虽然我们在佛法里边生活 但是没有这个愿 我不想得成圣道 那你不可能得圣道的 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愿吧 而现在说到这个般若 是得成圣道之后 所成就的清静无分别智慧 这是要得到以后才要出现这件事的 所以就谈到这个愿 由愿而修行 由愿到行 由行而后得过 是这件事 这个得成圣道这件事 你成就了这个无招的智慧这件事 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原来来到佛教以后 我们经过在佛法里边的学习 我们才有可能会知道 我们才有可能会知道 因生是苦 我们才有可能会知道 因生是苦 不过一切苦 这个波尔波罗密就是这样意思 当然这件事啊 是在这个阿罗汉 成就了阿罗汉也是泄脱苦了 但是没有大悲心 这个摩河波罗密经的这个波罗的智慧 这个无招的智慧 这个见真理的智慧 是具足大悲心的 所以也不同于小乘佛教 这是我们简单地说 这个波罗的大意 这个种善根品 这一品的大意就是种善根 这个种这个字 就是种者职也 用个说个比喻 你就是这个农村里面种田 就是五谷的种子 把它栽培在土里边 有雨 有水 有阳光 当然也需要空气 还要有肥料 还要有其他的一些除草的这些事情 这应该具足的因缘都具足了 这个种子它就会发芽 然后就有根 梗 枝 叶 花果都出现了 那么这就是种的意思 这样讲这个种就是比喻了 现在不是在田里面种五谷 五谷 是我们在心里面 我们佛教徒在佛法里面修小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自己的心里边栽培善根 那么就是种的意思 这个我们也常说这句话 栽培善根 但是究竟怎么样栽培善根呢 什么叫做善 这也需要在经论上的学习 才能够知道的 这个善这个意思 你做这种事情 将来能令你得到可爱的果报 这是善的意思 我做这件事 我将来能得到一个很满意的果报 这是善的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 是能灭出去 你做这样的事情 能消灭出去 一切烦恼 一切苦恼 有这样的作用 这就是善的意思 要是我做这种事情 只是令我将来得到可爱的果报 还没能够断除一切烦恼 也没能够消灭一切苦恼 那个善的意义就不具足了 是有善意义 但是不具足 这是第二意 第三个意思呢 我做这样的事情 能够消灭烦恼 和烦恼引来的苦恼 成功了 烦恼和苦就没有了 这样子 这叫做善 这就是善意 这个善有这样的意 第一个意思是说 我做这样的事情 将来能得到可爱的果报 但是不能消灭自己的烦恼 不能灭除一切的苦恼 这样的善法 我们佛教徒可能多数欢喜做 欢喜做这件事 这件事将也有因就有果 将来会得到可爱的果报 但是你还是有烦恼 还是有苦恼 现在这里说这个种善根 不是那样的善根 就是这个善法 你做这样的善法之后 能灭除一切苦恼 能灭除一切烦恼 而成就了可爱的果报 有这样作用的 明知为善 明知为善的 这样说善 就是这个种善根品 这里这一品 所要说的善根 这个根这个字 怎么解释 你是研发的意思 就是由乌而有 这叫做根 有根的意思 就是引发出来 原来没有 现在把它引发出来 它有了 就像说这个地方 原来是空地 后来有种种因缘 造出了一个 这么多的建筑物 就是由乌而有 这个乌不是它不能有 是有投资的人 当然还有建筑师 画屠宰 政府的批准 然后建筑公司 大家说好了 然后造出个房子来 这个善根的意思 就是原来我们没有善根 就是种种的因缘 这边我们就发现了 创造了很多的善法 那么就叫做根 这个根是引发的意思 也就是建立的意思 这个将来我们解释了 这个善根这个词 这句话是解释了 但是究竟什么是善法呢 在经论里边 也有详细的 很明白的开示我们 在我们佛教徒的立场来说 第一个善法 就是对于佛法有信心 这是第一个善法 第二个要有惭愧心 就是我要做了恶事 做了错误的事情 有羞耻的意思 那么这是信 惭愧 无贪 无臣 无痴 对于这一切的眼无法 没有贪心 也没有珍惜 也没有愚慈心 那么这就是善根 那么其次呢 精进 我们做种种的功德 而不懈怠 精进 还有一个清安 清安是修修禅定了 修修禅定的时候 从未到地定以上 就得到清安了 这也是善法 精进 清安 不放逸 不去做种种恶事 那么 我们还有一个蛇 这个蛇就叫做心蛇 这个蛇这个字呢 是这个 比如说是 我们感觉到苦恼 感觉到安乐 感觉到不苦不乐 不苦不乐可以名字为蛇 这是你的感觉 现在这里说这个蛇 不是那个 是修行上的事情 修行的时候啊 你成就了这种境界 心里面呢 是平等正直 无功用住 无贪 无称 无痴 这个书叫做蛇 这个蛇这个字呢 也就是无招的意思 这个修禅定的时候啊 也有会达到蛇的境界 但是修修圣道啊 成功了的时候 也有这个蛇的境界 这个古代的大德翻译经论的时候 他用这个字 用这个字 用这个字 就是气蛇的这个蛇字 就是形容啊 修行人啊 修消圣道 成就了以后 他内心的境界 欲切实的论里面有一句话叫 住最上蛇 我们平常的人呢 心里面呢 安住在贪 真实上面 在这修行人呢 他的心内心的相貌 住在蛇上面 安住在蛇 好 那么用这个字来形容啊 修行成功的人 内心里面呢 不执着的 那个清静的境界 用这个蛇字 好 这也是一个非常啊 殊胜的散发 这个 我们再多说几句啊 比如说是这个 有人啊 除脑你 有人 回路你 你心里面 怎么感觉 你心里面 当然是愤怒了 这个愤怒的 这个是一种烦恼 它和你的心 明了性的心 在一起 在一起活动 好 那么你自己就感觉到 心里面很不激进 好 别人也看见 噢 你在愤怒 好 愤怒了 但是用这个蛇字来看呢 就是 你的心呢 不能气色那个愤怒 不能把那个愤怒气色了 我们心里面 没有贪 没有愤怒 也没有愚痴 没有一切烦恼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呢 是一个什么境界 现在贪心来了 称心来了 贪烦恼 称烦恼 各式各样烦恼来了的时候 心里面是什么境界 这是我们呢 日常经验的事情 自己应该知道这件事 但是现在啊 这个佛不是说法的时候 说到这个蛇字 就是我们古德的翻译 用这个字来形容 这圣人呢 就把这些翻了通通蛇了 心里面呢 很轻松 很自在 很安详的 那样的相貌 叫做蛇 蛇 这个蛇字啊 是 在我们佛教徒来说 应该是我们所希望成就的一种功德 这就是蛇 还有一个善法 叫做不害 不害就是慈悲心 不伤害一切友情 不伤害一切众生 我存心呢 愿一切众生 皆得安乐 我不伤害一切恩 我们佛教徒照理说 可能做不到 但是应该发出来这样的愿 我希望我能这样子 我希望我能对一切众生 都没有伤害的意思 我认为啊 我们佛教徒啊 先不要说行动 你能做到这里 就是你心能 你心里面有这么一个愿望 我认为就很伟大了 就很殊胜了 好 我发心呢 不伤害一切人 这个 这个不伤害这句话啊 不恼乱人 这句话呢 也应该再解释一下哈 大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人与一切群兽间的关系啊 人和狗之间的关系 人和狗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飞鸟中间的关系啊 你发心呢 你在佛前磕三个头 然后跪在佛前 我母母啊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伤害一切众生 我发这个愿 不伤害一切众生 我认为 你能这样做 能这样发一个愿 功德无量 我们说是啊 对于这个 这个 这个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当然 有的人我不认识 和我人没有什么恩 也没有什么怨 也这种人 另外一种人 也是有恩的人 有爱的人 另外一种人 就是有怨恨 没有恩爱的人 这三种人 有恩 有怨 无恩 无怨 这三种人 我们照理说呢 对于这个 无恩无怨的人 心里面没有什么 也不 也不要求什么 对于有恩的人 有爱的人 当然啊 我希望他安乐 身体健康 心情快乐 各式各样 如意的事情 都能埋怨 对于有怨的人呢 那可能有点儿 有其他的想法了 但是我们今天是 对于佛法有了信心呢 我们应该 听从佛徒的教导 对于有恩的人 对于有怨的人 对于无恩无怨的人 我们都发心 不脑海 说我对于有恩的人 我没有心伤害 不一定 这个恩啊 随时就会变成怨 人的观 人的这个思想上 是有这个问题 这个怨 多数是有恩来的呀 所以我心情上 我对于有恩的人 我不会伤害他 是不一定 不一定的 所以我们在佛前啊 是愿意啊 种这个善根的话啊 把恩也在内 我对于有恩的人 有怨的人 有怨的人 无恩无怨的人 都不伤害 我愿意 利益他们 你发这么一个怨 所以能做到 那是更好 做不到 你不要管 你先发这个怨 我认为这件事 还是很重要 这也就是 在佛善根的 所以这个 神门叫做善根的信 有惨有愧 无贪无痴